breener 現在晚上7點鐘 你晚餐的餐桌上到底吃了什麼呢 欸有沒有 乳肉啦 乳肉 乳蛋 可能是一鍋 另外又可能有排骨湯 或者是一塊排骨等等 再想想你看的中餐是什麼 或者早餐 可能吃包子或者是 你的三明治或州有配肉搜 有没有发现一个共通点 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的水饺啦 肉丸啦 共玩等等 共通点是什么 台湾人超级爱吃猪肉 而偏偏呢 我们政府突击式的就宣布了 就从明年元旦1月1号开始怎么样 美国猪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要进口到台湾来 让现在很多民众非常紧张 美猪残留最多莱克多巴胺 是在台湾人爱吃的内脏当中 尤其肾脏肝脏的容食量 比肌肉脂肪高九倍及四倍 明年开始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吃多少会有超标风险 已市售的一碗猪肝汤 最高莱克多巴胺的残留量 大概是四点八维克 而如果是麻油腰花的话 一碗最高的上限是十一点七维克 以记者体重五十公斤来说 我一天最多能摄取五十维克的莱克多巴胺 一整天吃下这两碗汤 目前都没有超标 等于记者每天狂吃猪肝汤 麻油腰花各三碗 莱克多巴胺就会摄取过量 六十公斤成人一天不得超过六十维克 以此类推 行政院更替政策背书 每天吃三十三块排骨 连续十年莱克多巴胺才会超标 以市售去股一百五十公克的排骨来说 减出的上限是一点五维克 换句话说五十公斤以下的人 一天不能吃超过三十三块排骨六十公斤不能超过四十块 但除了老人小孩有些只要吃到也有高风险 台湾用放宽换取国际地位 除了政府严格标产地 食安还是得靠民众多一层把关 政府说三十三块排骨才会一天过量 这真的假的 待会会有专家来解答 大家喜不喜欢吃猪肉 超爱吃 我去吃面必切小菜 小菜就是猪大肠 我中午基本上都是水饺 水饺里面有猪肉 我也喜欢黑白蟹 而且我的黑白蟹种类超级多 那种腱子肉 干帘 生肠 还有那个滴肚肚 你们不知道滴肚肚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类似胎盘帘的那个地方 期待啦 黑啦黑啦 什么都吃 对 我选对了 我都选控 控 三丁 三成肉 那可以好吃 小菜都是猪头皮 猪耳朵 猪蹄肚 那个其实瘦肉菌最少 台湾人就是这么爱吃猪肉 这次我们今天带大家特别来关心的 你看2017年这张续产会的资料 每个台湾人肉品的消费量 台湾人一年一个人肉品消费量 猪肉达到了36.5公斤 等于一个月你吃掉了3公斤 而且还要扣掉小朋友啊 所以大人的摄取量还比这个更多了 另外像鸡肉 鸭肉等等才34公斤多 牛肉大约5.88公斤 你就可以知道 台湾人吃的猪肉是非常多的 这跟国外比起来 像美国人吃猪 吃牛吃很多 几乎不吃猪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是 而且呢 其实这是2017年的资料嘛 如果你找更新的农委会的资料 你就发现台湾人吃更多了 平均一个月可能来到了40公斤 刚才是36.5 现在已经到了40公斤 一年40公斤 对对对 每年的肉品的销售量 在猪的部分是40公斤左右 重点是什么 它是占整国人的肉的消费的一半以上 就是51% 就是我们的肉食里面 有一半主要来源是猪 所以台湾人真的很爱吃猪 那跟国际比呢 你知道我们近年来都告诉大家说 红肉的你不要吃太多 那你吃太多有风险 所以呢 像自己癌症基金会建议大家就说 你一周的食用量呢 不要超过500公克 一个月那就不应该超过2公斤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到4公斤了 大概就是已经是两倍了 所以老实说 台湾人真是一个很喜欢吃猪的民族 对 我们高出其他国家 他将近50%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TPBS最新民调也出来了 这可能跟大家的心声有关 是不是你也这样觉得 你赞不赞成开放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 这个美国猪进口呢 不赞成的达到了6成4 那么你会不会担心 在外面用餐 吃到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 很担心的也有6成 这是大家的心声吧 我觉得这个一定对的 为什么 你看为什么我们 那个台湾人这么少在吃猪肉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因为台湾人以前都是种田的 牛在帮我们种田 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家 他就会告诉我们小孩子说 牛是帮我们做事情的 你不要吃牛嘛 第二个在台湾以前的社会 牛肉永远都比猪肉贵很多 所以以前的环境没有那么好 所以台湾人吃牛肉 本来就比较少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 台湾人吃猪是 我们的民族性使然 我自己以前也专门吃牛肉 我很喜欢吃牛肉面 但是我就跟那个出行一样 我一定去顺便切黑白菜 所以那都是猪肉 可是后来因为信仰的关系 我自己最近也比较慢慢少吃牛肉 我自己出食酥肉量 也是很多 所以也都很担心 你爱吃就会担心 你不吃就不会担心 担心的达到六成 大家都会担心说 在外面啊 照个卤肉饭 吃个包子 吃个水饺都吃到了 有瘦肉精的猪 那到底瘦肉精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这么的恐惧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瘦肉精其实在 这个80年代被发明出来了 它本来是治疗气喘的药物嘛 那不小心用它这个猪肢里面 或动物里面 发现它分界脂肪 而且瘦肉长更多 所以它是一种肾上腺的刺激物质 就有人在问 瘦肉精一出来 大家就说 那人吃了是不是也能瘦 你应该被问过这个问题吧 对啊 我们之前在读书的时候 就做过实验 我们做老鼠实验 真的给它这个瘦肉精 就莱克托帕安 或这个克伦特罗 给它吃了 老鼠这个跑的速度很快 因为它兴奋嘛 那么曾经有个学生 他真的吃赤料 天啊 他没有问我 我在学校需要食品营养 真的吃啊 真的 这个脸红 这个汗流浃背 很心悸 后来正在保健室 给他送医院 因为他真的以为说 瘦肉精可以剪肚子的肥肉 瘦下来 真的还有人这样子 结果把自己的命都要剪掉了 对 没错 那看一下 我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松绑安全性 刚刚我们在这个影片看到了 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安全剂量 那这个刚刚提到它一种药物 刺激这个胶感神经的兴奋 吃了那个东西就好像说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到猫 狗 猫马上竖起来 毛竖起来 其实吃了莱克托帕安的目的 就是让它兴奋 让它分解脂肪长瘦肉 那么安全剂量 你看这里有一个正常的 跟不正常的 不正常所谓的吃瘦肉精的 正常的猪肉 你看它的脂肪是这样白白一片 这是我们认识的五花肉 这个部位 脂肪比较厚 可是这个是美国吃了瘦肉精的猪肉 吃了瘦肉精的猪肉 它鲜艳度比较好 比较红 那么肥的部分比较小 所以说如果你要选择三层肉 五花肉 如果皮下组织少一公分的 那就要注意 那有可能是瘦肉 来比较一下这两张的话 我们从这个大的图来看好了 你可能觉得前面不是都长得一样吗 但是你仔细看这一段跟这一段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本这皮下脂肪 大概有几公分 正常的猪肉的话 正常的一定要高一公分以上 高于一公分 所以如果第一公分的 那就不安全了 好 那底下差不多一公分 那就是危险 而且以这一张来看 台湾的猪跟美国养的猪 这真的是差太多了 对 但是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拿来比较的话就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这个之后 将来选择皮下一公分以上的脂肪的才安全 可是我光是瘦肉是不知道的 那内脏你刚刚看那个图片 一个为什么甚至排毒的嘛 我们身上科医师江医师都知道了 身上排毒 所以为什么它的这个剂量含量最多 就是个PPP 那么肝脏内脏都特别多 那另外你看猪里面的猪排 大家喜欢吃嘛 不管吃什么各种的都要肉嘛 猪排的那也是有残留啦 只是内脏多 那肉少一点而已 OK 所以这个瘦肉精 过去在台湾 有没有人偷偷使用过 那到底瘦肉精 莱克多班是当中的一种是不是 他对我们人会有哪一些负面的影响 其实瘦肉精的种类 大概接近三十几种 那当然不只是莱克多班 那在台湾 荣种精报告过一例 就是一家人吃饭 然后十个中毒的案例 那他病用的两种瘦肉精 不同的瘦肉精 那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他们是吃到含有瘦肉精的肉就中毒啊 对 那那个病人就产生就是说心剂 然后手脚麻木 然后有的人还甚至意识不清 然后当初是送农种 所以他们就诊断出来 不过也延了很多天了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 因为这个不好诊断 想不到 你想不到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像这次的瘦肉精之前 他开放莱克多班 可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美国是允许使用两种 我们说莱克多班允许使用之外 美国还使用 Zipetro 它本身也是被允许使用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真的只需要关注猪吗 你不要忘记美国的这些瘦肉精 会用在猪牛 还有什么火鸡身上 那我们在每次卖场 都是买到那个火鸡 对 大部分都不是台湾产的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人去测过 这火鸡的瘦肉精的量 好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这些所谓的瘦肉精 对我们的人体影响是什么 我跟你讲 它对人体的影响 其实叫做胃脂 我们从基转上知道说 它会增加你的心跳 那它会让你血压上升 这是粗浅的基转 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 β接受体的刺激剂 这个基转 可是问题是说 后来其他研究也发现说 像莱克多班允本身是 所谓的MTAAR1的 接受体的刺激剂 就是一种氨类的受体的基质剂 所以它会造成中枢神经的异常 所以那个猪为什么比较凶猛 然后比较会咬别的猪 那人吃了之后 精神上的问题 其实没有人研究过 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 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整个美国国会图书馆 的医疗文献库查了一遍 莱克多班跟人这个事情 交叉交集的搜寻 只有45篇文章 里面80%文章是讲分析方法的 对 没有一篇真正做过人体研究 所以坦白讲 刚才讲的这个什么 40个PPV 90PPV 我跟你讲 当初在法典委会 很多人提出反对 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你提供资料太单薄 没办法确认 这个是所谓的安全伎俩 因为坦白我们也知道 最后提出的一个 唯一年底试验是 厂商自己做的六个人试验 其中有一个人 因为忍受不住退出实验 六个人 然后后来还少了一个人 只有五个人 这种试验怎么有顺书力 你用五个人来定出 这个安全伎俩 这个真的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好 那光是从文字上面来看 莱克多班 如果吃多了 我们担心的是像 肌肉颤抖 心计 血压身高 头晕额心 那如果是其他的瘦肉筋 因为瘦肉筋是一大群 然后里头有好几种 其他的呢 你看肌肉筋卵 血糖身高 感觉整个人就是很 很 就是一直 很紧绷的状态 然后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 疾病等等 所以广告之后 我们要特别来看的是哪几种人 你要特别小心呢 我们台湾人这么喜欢吃猪肉 而且又这么喜欢吃内脏 到底该怎么办 马上回来 我是蒋昆君医师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 加上开启小铃铛哦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